由台灣各佛教團體與學術單位 共同舉辦的新年微電影大展 今年以讓愛傳出去為主題 並且邀請深受小朋友喜愛的雷夢哥哥 與達琳姐姐作為代言人 希望號召年輕人一起來參加 尤其我們年輕朋友 我們希望多一些這種溝通跟對話 那其實年輕朋友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苦無平台去發表 所以我們就先嫁接了這樣一個橋樑 那經過第一年的實驗之後 我覺得這很不錯 所以年輕朋友願意去表達 用不同的他們手頭上 能夠運用的各種資源來表達 那這時候就開始要思考 那我要表達什麼 那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什麼樣的心念可以改變 你周遭的這個氛圍 環境 那接下來能用什麼樣的行動 來讓這個世界充滿了愛與善良 我想這是一種延續性的 不要說是行動 最重要它是一種運動 是我們的心靈運動 影片長度以五分鐘為限 可以透過影像紀錄 劇情演出或者是動畫照片 等方式呈現 並且邀請知名紀錄片導演 楊麗舟等人擔任評審 希望透過影像的力量 散播愛的正面能量 我自己在做紀錄片 然後我就意識到其實 影像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我一直相信紀錄片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而且我深信不疑 所以我很期盼有更多更多的平台 可以把紀錄片能讓 不管是樂聽者還是創作者 都可以當作是一個選項 那當透過這個平台給它一個獎項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年輕的創作者 會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鼓勵 那他會相信 相信某些創作的價值 小年輩 開發 增見時間從即日起到11月1號為止 只要年滿16歲都可以參加 最高可以獲得5萬元獎金 以及獎牌一面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參加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字幕志愣時 李宗盛 款張杖 undred好 еч�pez 點えー 稍後